大家好,我是彩虹 看到这样的肉饼,有没有馋到你 是不是觉得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香味 赶快动手做起来吧 保证全家人都夸你 300克面粉里加入3克盐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180克 40度左右的温水 搅拌成絮状 下手揉成偏软的面团 会有一点粘手,不要紧 放到案板上,再继续揉3-5分钟左右 面团就变得细腻光滑了 直接搓成长条 平均分成8个面剂 再把每个面剂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搓成长条转 盘中倒点油 将小面条表面都过一层油,锁水保湿 盖好保鲜膜,醒面1小时 一个烘萝卜 可能有很多城市没有这种萝卜 用其他品种的萝卜也可以 或干脆换成其他自己喜欢的馅料 一个萝卜取半个就可以了 擦层丝 烧一锅开水,下入萝卜丝焯水 这种红萝卜辣味比较重 所以要焯水去除辣味 如果用白萝卜,直接用盐来沙水即可 水滚开后,捞出萝卜丝 静置放凉 接着再来准备300克肉馅 按个人口味,加入姜末,蚝油 生抽 老抽 盐 13香 鸡汁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至肉馅变得粘稠 先放一旁 然后把晾凉的萝卜丝撞干水分 再切几刀,方便包制 切好之后,放入到肉馅的碗中 再加入葱花 加入适量热油 激发出葱香味 搅拌均匀 馅料就调好了 再来准备25克面粉 加入35克热油 搅拌均匀 调成细油酥备用 小面条像这种状态就醒好了 软软的,一按一个小坑 延展性也非常好 按摩抹油防粘 取一个小面条按扁 左右拉长 再擀成快约10厘米的长条形面片 将一头擀大擀薄 淋上油酥 涂抹 涂抹均匀 然后在宽的一头放入肉馅 在小视频中这样卷起来 边撑边卷 尽量将面皮撑薄 放入肉馅 剩下三分针一处 给它划成小细条 增加层次感 烂人这一步可以省略 再轻轻地卷起 尽量防止面条变形 收尾处压在底部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点饼盛开中小火预热刷宽油 依次放入饼坯 表面再轻轻地按扁一点 底部烙至上色后翻面 盖上盖焖一会儿 这样熟得更快 另一面烙至变色 再次翻面 再盖好焖一会儿 就像这样反复翻烙几次 使馅饼受热均匀 将两面烙至金黄酥脆 饼面微谷 可以闻到肉的香味儿了 这样就熟透了 出锅儿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的学丝肉饼 外皮超级酥脆 内馅鲜香味儿美 看到这儿不用我多说 你就该想到它该有多好吃了吧 两口就吃完了半个 真的是超级香 所以这个肉饼一定要趁热吃 看茬了吧 赶快动手做吧 保证全家人都会夸你 期待你们美美的作业哦 明天我依然在 你们还来吗 这是 Deutsch 焦 别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